大家好,來到智庫通的Fintech全方位 我們經常說投資有很多種 不過做任何投資之前 都要先理解產品、工具的特性 大家對加密貨幣在這幾年當中認識不少 但接下來的趨勢又會是甚麼呢 今天就要和專家繼續談談 張先生,授次歡迎你 多謝 上個星期也有提及 大家對加密貨幣還有一定的心理陰影 甚至覺得2023年很可能屬於難崖的一年 但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當間貨幣被大部份人看得偏淡 在科技領域當中又冒起了另一件事 但不知是否是一個替代品 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都要問張先生 上年年底 在REP3這個字 REP3項目成為了一個明日之星 企業基本上是否做科技都好 都說自己即將會向這個領域 甚至乎一些明星、明人都要招兵買馬去做REP3項目 為何突然間有這個方向出現 我想在於我們接觸了區塊鏈科技這麼多年的人 這些都是一個名字 其實比特幣幾乎有一個等好等於區塊鏈 隨著其他有其他的幣出來之後 開始大家劃分開 這些就是blockchain項目 這些就是crypto項目 然後就是早兩年很流行的NFT NFT就好像是一個blockchain的應用 隨著又有些NFT項目 短款走人 收了錢不做事 跌破價錢之後 似乎大家又覺得好像這些很壞 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 我們叫WEB3 WEB3大家聽起來 不認識的人都覺得好像有些感覺 因為你知道什麼叫WEB2 WEB2就是差不多十幾年前開始 除了有一個中心化的公司 它可以發佈一些資料資訊出來之外 原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一個中心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傳媒 我們開始有一些寫blog Facebook等等這些社交媒體的出現 這些就是叫WEB2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內容發布者 創造者 創造者 然後不明白什麼WEB3 你都覺得即是一個WEB2升級版 其實對 就是除了你可以擁有內容之外 你可以擁有資產 資產價值的層面就是WEB3的應用 好了 其實大家並不陌生 NFT也可以說是一個WEB3的其中一個應用 現在亦有很多公司 其實就是在想著 如何將自己的生意 由WEB0也好 WEB1、WEB2也好 就搬到WEB3 最容易想到的是什麼 就是現在我們大家走出街 很多的積分 會員證 那些積分 老套一點的就放在這張卡 帶一張卡 要給別人採訊 現在先進一點就可能在電話 有個APP 打開QR曲採訊 那 現在大家在想著 是否 其實我可以把積分 積分 這樣的時候 我便可以積分 可以攜帶 即是說我不用一定在這裡消費 我可以打通其他的平台 甚至乎可以轉讓 是吧 那麼自由度 開放度 這個透明度 都會高很多 那隨之 就可以將這個積分系統 或者這個會員系統 背後的這個品牌 就做得更加大了 那 我之前我就買了一個 NFT的一個通行證 你當作是通行證 就可以去紐約一個最高級的會所 裡面 去享用它的餐廳 對 這個也可以是一個 Web3的應用 其實是一個PASS 這些應用 你想得到 基本上技術上就做得到 問題就是需要時間 讓市場慢慢接受 去聽得懂你說什麼 但是我相信應該在這一年 由2023年開始 相信應該整個街道 都會有很多Web3 project 好事來的 即是說除了炒賣投資以外 我們多了很多商業應用出來 應用這個Blockchain 作為一個底層技術 但是想問問張先生 會不會有再出現一些現象 就是大家好像 就是看待Web3 和看待NFT 或者是一些新的幣種 一樣就是說 很快就轉主題了 NFT夠紅過 紅了一年之後就沒有了 然後元宇宙就簡直是 雷聲大雨 怎麼笑 好像突然煞停了 但可能其實各個企業還在做 只不過在這一刻 未見到一些很偉大的成果出來 大家就覺得 已經又沒有再做這件事 所以現在好像你這樣說 就說來找一些新的字出來 堆砌一下 沒錯 會不會Web3 又只有一年了 還是因為其實真的有少少不同 就好像Web2.0 其實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都在Web2.0的世代裏 沒錯 我覺得 我很認同 其實都是一個名字 這次我覺得 事實會是有少少不同的 政府或者監管機構 其實是在配合 我覺得 說不上鼓勵 但起碼有些法規容許你 合法合規地去做 大企業就會放心很多 作為投資者或者消費者 都會感覺良好 起碼我不是偷偷摸摸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次會有少少不同 張先生可否說多一點 既然這麼多的企業 都想去開始發展Web3項目 其實怎樣去大概會知道 這個項目是否算是一個可靠的項目 好像你這樣說 其實2022年我們最初都以為 某一些平台其實是可靠的 但在Web3項目當中 我們又怎樣去分得出呢 我想首先你要看看這件事 是甚麼是投資的事 現在除了投資外 其實你是一個用家 你未必要拿錢出來 你在做一些事 例如我剛才舉個例子 就是會員 會員積分 你消費有積分 你不用拿錢去做一件事 你無妨參與一下 學習一下 無所謂 如果真的要拿錢出來 我想大家經過了這麼多的教訓之後 至少我想如果你懂些技術 你看一下 人家背後 其實在做一些事 即是是否可靠譜 那些事是否一個開圓的項目 那些錢包 是否一個人都可以搬到錢走 是吧 我不懂技術 你可以看看是否一些持牌機構做的 是吧 那在做的人 究竟他有沒有牌照 是否合規 這些其實都很容易查到 證監有一個項目 是告訴你哪些是可疑做生意 但他沒有牌照的 是有這些 即是大家做少許功課 你就會知道 不過都是那句 如果是投資相關的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真的壞人不少 我就勸大家 就算你看到很棒的項目也好 即是不適宜借錢去做 即是你當作玩玩 我覺得沒有所謂 我記得張先生真的很早期 因為你也是一個很資深 在閉圈同區塊鏈當中的一個投資者 再加上項目的策劃者 其實都說 你經常都會說 你不懂的我真的不鼓勵你 你不要買 你就千萬不要人買你又買 因為這件事真的始終過往 尤其是無論NFT也好 還是其他幣也好 是真錢來的 即是大家雖然在虛擬的錢包當中 感覺是有點不實在 都好像在一個數字上 但其實最後損失是真金白銀的錢 沒錯沒錯 其實有些人很勤力地去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都可以賺到一些加密貨幣的回報 即是你不一定要拿錢買 即是很早期 用幾部機掘礦 你都沒有拿錢出來 即是不要說沒有拿錢出來 你都有給電費然後幾部機 你都可以有一點回報 即是我們走得比較前 你懂一些技術的 你可以研究一下這些 你會說不懂的 那我就覺得大家真的要看見些 以及學習多些不同的做法 不過你提到監管這件事 我想大家就是今年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尤其是香港 那會不會有一些政策去落實 支持我們做一個虛擬資產的中心 那這個就代表著些甚麼呢 稍後回來和蔣先生一起談 好的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Fintech全方位 張先生 今年會不會都是一年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政策或監管的落實之年 因為其實在2022年發生這麼多大事之後 你都說坊間普遍對於監管 其實是接受程度是行前了很多步 過往就會覺得我們明明在做一些去中心化的事 你一有監管的話 好像就是和原先的理念背道而馳 但後來又會覺得始終都是以保障投資者為先 但是張先生 譬如好像香港那樣 在2022年都出了很多的一些諮詢 然後也出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說到 就是香港正在來 在這個虛擬資產當中的定位 由大家最初覺得就是 政策的一個不確定不透明 大家不知道究竟你是支持 還是不支持200發展 到現在了 我真的都落實了 我就說需要在我們進行一個定位的時候 這個這麼大的改變 其實對業界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為在於投資者來說 他的心安樂很多 譬如說現在已經有兩間交易所 是拿到證監發出的牌照 最明顯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你不是很怕他出事 意思是什麼 在技術上來說 首先他政府對他要求比較高 第二就是就算他出事 他需要買保險 他最少要賠到95% 有些情況下他要賠100% 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 我不知道你怎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被人hack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走路 但是我有一個保障在這裏 當然現在的門檻仍然比較高 要有800萬港幣的勞動資產 他才給你開戶 好像現在有些聲音說 會不會可以降低 因為如果你不降低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有些閒錢想買 但我又沒有800萬 我又開不了戶口 那你會發生什麼事 他就會去了香港以外的一些交易所裏做 可能長遠來說 可能對香港也不太有利 但是要成為國際虛擬資產中心 要有些什麼條件去配合呢 還有其實現時的狀況來講 其實我們是不是已經足夠去符合這些條件 首先看回政監 或者香港政府的一個態度上面 它就是越來越開放 譬如說除了這兩間已經獲得牌的交易所之外 就已經另外有八間資產管理公司 都獲得到數字資產管理的雙間牌照 接下來好像會有更多的交易所會獲得牌照 在法規上面 如果他們的態度上是開放的話 其實你是會吸引到很多這一類有實力 即是有實力的意思 包括有技術實力 以及資金實力的公司 都會想在香港做 即是落腳去經營相關的金融業務 這個肯定對香港人 都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看 港幣即是美金 因為聯繫匯率的關係 加上香港簡單的税制 低税制等等 其實你甚至乎有可能可以搶到一些 即是美國美金為本的一些生意過來都未必 那好像你看看 現在香港已經有兩隻奇貨ETF出現了 上了價 那是好事來的 真的 亦都有這些條件 即是法規上的條件 金融上的條件 人才上的條件也相當之有 因為看回香港 現在雖然是FDX FDX其實是從香港開始的 Crypto.com是從香港開始的 還有很多很多Crypto Project 其實是源自香港的 但是過去兩年 香港整個立場好像很硬 令到他們有些人走到別處 其實是這個原因 但是有很多國際的人才 另外內地的人才 香港的人才 其實都是對Blockchain 這個領域的知識 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 所以只要監管的規矩 定得夠清晰 我相信這些人 很快又可以聚在香港做 所以我反而是挺看好的 但其實會不會真的有少少矛盾出現 下回監管層面 當然其實投資者是得到一個保障 可以安心一點點 但是最原始的理念想去中心化 但是監管機構 其實還不做到去中心化 監管的意思是 很難去中心 監管的意思是 你給人頭出來 要符合各樣各樣的要求 有時我拘捕你才是監管 你完全去中心的 我拘捕誰呢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又有一個趨勢 就是有兩組人出現了 有一種就是我擁抱監管的 所有事情都要照顧我才會光顧 另外一種人就是很信奉去中心化 就是我不會和政府玩的 我不會理會你監管不監管的 總之我是看技術上 它是否夠去中心化的 或者它做的項目 它也是很符合去中心化的大原則 你說得去中心化 它一定是沒有人頭交出來的 而這兩種人群是沒有重疊的 你可以說 我剛才說的後者去中心化的支持者 多數以技術人為主 尤其是早期接觸區塊鏈的技術人 即是技術開發人員 它未必是開發人員 但是技術人 可能是開發的人 可能是投資技術公司 投資者也有不少 這些人他們覺得將來的世界 即使政府也會去中心化 他們覺得是大趨勢 銀行會沒得做 法定貨幣死了 是有一班極端的人 這班人其實為數也不少 所以現在我們也看到有一些區塊鏈項目 無論是Web3也好 Web多少也好 它是以一個DAO的形式去存在 即是DAO的形式 即是分散自治組織的一個模式 即它不是一間公司 它是一堆智能合約 一堆智能合約 大家靠合約去維持著這個項目的各種關係 這個也是一種潮流 但是這個當然不被監管機構所支持 亦都需要理解這一類項目所需要的經濟和技術知識相對比較高 不過勢力是存在的 但是會不會出現一個局面 既然兩邊都是分得這麼清楚的時候 其實反而沒有灰色地帶 即是你擁抱監管 要不就是你只是以技術去先走 就是看這個去中心法 就不會說兩邊都可以同時去參與 都會的 都有兩隻同時參與 因為我自己認為這兩個圈的人會越走越近 而不是越走越開 因為監管方或者政府 或者銀行機構 他們都會見到這邊的力是越來越大的 分散式的力會越來越大 他們都在架構上都會盡量 趨勢會行 起碼是技術性方面會分散式 而不是管理的分散式 這班人就會走一步 另外那班人就是 現在監管到我沒有路可走 越來越困難 不如我和你配合少少 他又走一步 隨著時間慢慢延進 再過一個Generation 現在那班二十多歲的人 可能已經很接受分散式 可能十年八年 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核心分子的時候 到他們掌權的時候 他便會把這兩個圈又拉起來 我又覺得這個社會趨勢 都沒有問題 這會逐漸融合 就不是兩邊排斥 因為如果排斥的話 其實對發展來說 應該是不健康的 他一定會有一段時間排斥 但到最後他都會變成同一件事 好像大家不用想太遠 大家還記得二十多年前 大家剛剛用電郵的時候 電郵這件事不能登大瓦之堂 但是現在電郵都已經接受了 是一個公司的文件 以前所有網絡的東西 你怎能夠說它是一個正式的法律文件也好 雖然文件也好 不行 你只要印刷出來 以前的人怎樣 收到電郵要印刷出來 然後要簽名 現在這些遠古時代大家已經忘記了 但是你再想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過多十年八年 現在我們看到所謂的網絡 什麼銀包 什麼幣 可能到時接受到已經很高 不過發展其實真的一日千里 大家都要留意著 一些政策和文件 大家到時再慢慢解讀一下 都需要時間去適應 謝謝張先生 其他的一些FinTech話題 我們下次再聊 謝謝拜拜 拜拜 你現在看的是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了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